小女孩骑着高大的骏马 一个人在草原上放牧着上摆头生畜 一个日本探险家想用相机拍摄她的模样 却遭到小女孩的一顿呵斥 谁也没想到 这次偶然相遇 却开启了二人之间的友谊之旅 第二天清晨 蒙古草原天气晴 这个叫官爷的日本探险家去拜访了小女孩的家 还没进门 门口就传来了小女孩的欢声笑语 一家人热情地招待了官爷 家里有68岁的外婆和80岁的外公 还有两岁的表弟巴萨 这个家里似乎缺少了主要的家庭成员 爸爸和妈妈仔细询问才得知 爸爸三年前就去了乌兰巴托打工 至今要无音信 妈妈则去寻找三个月前丢失的39匹马了 家里养了这么多牲畜 总是要喂养的 可是外婆和外公年事已高 身体多病 表弟又太小 女孩变成了家里的主要劳动力 官爷去到女孩家时 和初见时的霸气不同 当官爷询问名字的时候 一位在外婆怀里的女孩 腼腆害羞地说 她叫普杰 蒙古语的意思是 星期四出生的天之娇女 今年六岁 已经到了上学的年纪 可是家里的七百头羊 二十匹马 气头牛都离不开普杰喂养 所以上学的事情 只好等妈妈回来再做打算 普杰的一天是非常繁忙的 早上普杰要负责赶动物去吃草 吃草期间要一直看着这些动物 普杰可以把这些动物管得很好 可是却连学校教什么都不知道 想到此处 刚刚还神采依依地 普杰沮丧地低下了头 普杰有一个梦想 长大以后想当一个老师 这样就可以念书给其他孩子听 还没等官爷问完 他就要走了 因为七百多头牛羊该喝水了 可能是管理羊群过于繁琐 普杰稚嫩的脸庞上皱起了川姊妹 不意会 普杰却兴高采烈地再次出现在镜头前 原来是一个月前出去找马的妈妈回来了 妈妈笑得很开心 颧骨上龙气灼红 露出了洁白的牙齿 亲切地叫着官爷进来喝茶 妈妈的出现 抚平了普杰皱起的川姊妹 普杰的能干 渐渐地让我们忘记了 他也只是个六岁的孩子 见到妈妈 普杰才变成了小孩 冬季的气温 寒风凛冽 在外面找马的妈妈 大部分时间都睡在脚外 没有被子 旧男外套充当 当官爷以为妈妈这么开心 是因为丢失的马儿 已经找回来了的时候 妈妈却说 待会还要继续出去找马 原来马匹没找到 只是妈妈很坚强 也很乐观地热爱着生活 但是明年春天 妈妈一定会回来 因为普杰要上小学了 听到妈妈说 明年就可以去上学的普杰 开心地追赶着牛羊 赶羊的阴凉也比平时高了许多 替普杰开心的同时 妈妈却好像隐藏了许多心事 十月中的牧场 已经是一片雪白 牛羊得赶到冬季牧场 可是妈还没有找到 所以就没有办法搬走 黑色毛发的小狗 在寒风中夹着尾巴瑟瑟发抖 怕用前爪不断地挖掘着 夏天埋起来的骨头 好给自己补充一点体力 羊圈内的绵羊冷的咩咩乱脚 羊圈外的普杰对着羊圈里的盖子 手足无措 因为妈妈再一次地出去找马了 蒙古包外面虽然很冷 但是蒙古包里面却温暖如春 小小的巴萨看着是帮忙 实则是捣乱地帮着外婆 修了露银机 还修了什么问题都没有的斧头 探吃的巴萨拿着一大块奶酪狂啃 奶酪却毫发无伤 最后巴萨啃着螺丝刀 像个小大人一样 检阅着棺野堆的雪人 普洁看着棺野堆的日式雪人 笑得天真烂漫 一位探险家给这家人拍了张全家府 却不想 这竟然是一家人生前最后一张合照 这是2006年上映的一部纪录片 它被打出了9.7的高分 有人说 这是迄今为止 最感人的一部纪录片 官爷准备告别了 妈妈恰好回来了 官爷提出要给一家人照个全家府 为了拍照 外婆给普洁穿上了最好的衣服 一家人站在蒙古包前 没有看镜头 而是看着彼此 都笑得很开心 妈妈还送了官爷一匹白马 白马看起来呆呆的 和官爷很配 但官爷说自己没有办法带回日本 妈妈说可以帮忙养在草原 等明年春天就可以骑着他跑了 妈妈还开玩笑地说 官爷看起来很会骑马 可以骑着回非洲 于是 官爷扑杰和妈妈三个人一起骑着马 扑杰在中间 官爷和妈妈在扑杰的两边 就像是爸爸在一直陪伴着扑杰 官爷问扑杰想要什么 明年春天的时候 从日本带回来送给他 扑杰犹豫了许久 说自己想要电脑打电动 官爷提议道 用来打电动的话 任天堂的游戏机应该不错 扑杰答应了 一家人打算先搬到冬季牧场 妈妈骑上骏马 扑杰挤上吉普车 他们依依不舍地挥手告别 期待着明年春天的到来 第二年春 官爷如约再次来到了草原 爸撒看见官爷 屁颠屁颠地跑了过来 对着官爷笑 普杰的小辫子又长了许多 可是却不再笑了 家里还出现了一个陌生的男人 官爷不解地进屋询问 却看见 普杰妈妈的遗照和外公的遗照摆在一起 他的心情一下子跌落谷底 这才明白为什么普杰没有了往日的笑容 一个月前 普杰的妈妈去看望生病的朋友 骑了一匹不听话的马 还是天黑才出的门 自己骑着一匹马 又带着一匹马 马在冰上滑倒 把普杰妈妈摔了下来 另一匹马慌乱中踩到了她 当天还没有什么事 第二天就开始痛得要命了 外婆赶紧打了救护车 可是三天了 救护车都没有来 后来还是外婆自己叫车才把妈妈送到医院 送到医院的时候 距离罗马已经12天了 好不容易送到医院 医院却不接受 因为普杰的妈妈没有买保险 家里付不起医疗费 妈妈被赶出了医院 当天就去世了 她才33岁 官爷满事不解 就在不久前 官爷还收到了普杰母亲戚的课年卡 自立行间 情深一切 我们都很好 有没有安然返回日本呢 我们今年冬天过得很开心 天气虽然很冷 你的黑白花马却安然度过 我们还没有找到失切的吗 普杰今年就要上学了 她对你念念不忘 有时醒的一年 祝你和你的亲友都健康快乐 下次再见了 没想到 就这么短短的时间 再次相见变得如此遥远 妈妈去世后 普杰每天都在哭闹 直到第十天 外婆把舅舅叫了回来 普杰趴在舅舅的腿上梦见了妈妈 她才慢慢地乐观起来 原来家里出现的那个陌生的男人 就是普杰的舅舅 官爷犹豫再三 还是把之前拍的照片拿了出来 普杰看的照片 终于露出来久违的微笑 这是妈妈去世后 普杰第一次露出了笑容 她的手不断地抚摸着 相册里的爷爷和妈妈 然后陷入了沉默 这个六岁的小女孩 正微风凛凛地骑在马背上 一个人在草原上 放牧着几百只牛羊 这一幕让路过的 日本探险家惊奇不已 于是享用相机记录下 眼前的美好画面 却引起了小女孩的不满 还好官爷带来了游戏机 官爷害怕普杰会过于沉迷 就只带来了普通的游戏机 很开心 几天后 外婆还是把普杰送到了亲戚家 虽然家里依旧缺乏劳动力 但是让普杰去上学是妈妈的遗愿 无论如何 外婆都要让她去上学 普杰的头上别了两朵大红花 这是出门前外婆帮她戴上的 她穿着新衣服 拉着表哥的手 一路上蹦蹦跳跳 课堂上 普杰端坐在课桌上 认真听着课 她的眼里有了光 课上到一半 就就来了 她打开门 看着普杰傻笑 在征求到老师的许课后 握着一把糖果放到了普杰的课桌上 开学当天也是普杰母亲的头妻 外婆拉着普杰上车 不让她靠近妈妈的坟墓 原来这是蒙古的习俗 他们害怕子女的眼泪太多 如果靠近坟墓形成雷海 会让王者的灵魂无法离开人世 所以至亲去世后 子女三年内都不可以靠近他们的坟墓 普杰一次次地跑下车 又一次次地被拉回去 她多么想让妈妈看看自己头戴红花的样子 妈妈的坟前插满了葛桑花 现在还没有墓碑 三年后 包含四年之情的墓碑 会由普杰亲自刻好历上去 外婆也忍不住失声痛哭 舅舅也在躲避着镜头 默默地流泪 目睹众神死亡的草原也花一片 远在远方的风比远方更远 我的轻生无眼 我的泪水全无 我把远方的远 归还给草原 晚半皆是苦 半点不由人 暴风雪肆虐了草原 目之所及 全是白茫茫的一片 偶尔露出了干黄的地面 也是连草根都不省 绵羊们没有了吃食 备饿的只剩下骨头 舅舅只能把这些动物赶到戈壁滩 一路上 因为缺少食物 绵羊一只接着一只地倒下了 饥饿的动物甚至吃起了死食的毛皮 马儿备饿的眼睛是血红的一片 它挣扎地想要站起来 最后却无力地倒下 舅舅拖着马儿 想要马儿站起来 马儿用力地晃动了几下 没了呼吸 然而 冰雪终将会过去 苦木也将再次逢春 死去的羊化作了肥料 鲜花在羊的尸体上盛开 与苦难之地长出了希望 蒲杰的头发扎了起来 长得越来越好看了 也越来越像妈妈了 当初对着羊棚盖子手足无措的女孩早已消失 如今的她单手钉羊也不在华下 蒲杰又变成了以前那个爱笑的女孩子 官爷也完成了横跨亚洲的任务 将要前往肥州 外婆杀了只羊给官爷送行 他们生起火堆 在火堆中间架起铁官 把钢杀的羊肉剔下来 不加任何调料 放到瓦罐上去 以求保留羊肉的原汁原味 那天 威风何旭 在草原上 蓝天下 他们尽情地欢笑 把这世间诸多烦恼 解剖在脑后 吃完饭后 官爷小心翼翼地拿起了蒲杰和妈妈的合照送给了她 从此思念有了再提 也因为官爷 蒲杰改变了自己的志向 他现在想学日语 以后当一个翻译 官爷听到后热情地邀请蒲杰 学了日语以后要来日本玩 蒲杰用力地点了点头 满心欢喜地期待着重逢的到来 现实却总是无比残酷 四年后 官爷完成横跨非洲的旅行回到蒙古 迎接官爷的人变成了巴萨 外婆脸上再也看不见笑容了 蒲杰在放学途中遭受交通事故 离开了人世 那时他才12岁 蒲杰花成了草原的一缕威风 跟着妈妈 去了远方 蒲杰 下辈子 你要幸福快乐